把握时间为听众朋友们解答的问题 哎呀呀 这个是关于贷款的问题 他这个问题呢 我算是这个一个高级数学题 必须要有专家好好仔细帮他们精打细算 他本身是北加州 刚刚到苹果公司Apple去上班 有股票分红一年15万 自己的年薪是22万 那他现在呢 想要买一个160万的房子 给自己住 头款已经准备30万了 他想要请问呢 如果买160万的房子 头款有了30万 现在要去贷款130万的话 是否可以做得到呢 按照他的年收入来计算 我们倒算回去的话 是不是可以做呢 然后他人是住在北加州的 但他听说我们南加州的这一些 贷款专家是比较厉害的 所以他想问问看 如果人是住在北加州 可否找南加州的贷款专家 来帮他做申请贷款的动作呢 那如果这个人是住的比较远一点 找了我们南加州的贷款专家 帮他递交申请的话 要不要飞下来去做签名 要来做这个签署文件的这个动作 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恰当的呢 靠小时间时间 帮我们找到的资深贷款专家 他是我们的曼妮卡猫 哈喽 曼妮卡你好 你好你好小米好 大家早上好 这一题就需要你了 因为他是要精打细算的 好 OK来 他那个进Apple 很好的工作 然后年薪是20来万 他说那个股票分红 股票分红呢 这个如果说要知道能不能带到 就是买价的负掉20%吧 应该30万是差不多20吗 对 然后他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要看他这个Apple公司 进去之前是不是有在 别家公司同样的工作也做过 然后呢 可能也拿过Bonus啊 或者拿过股票分红 好 那这个股票分红呢 Apple给的福利 但是呢要跟他之前的 拿这种部分的类型收入的 那个连贯性要两年 好 那个15万的这个分红股票的 这种收入才可以用上去 对 所以现在basically呢 我们只是能用到 假设就是只能是 用他based income 是20来万 22万是吧 对 那所以22万的话呢 你除以12个月呢 应该是2万块不到 对 可是如果说以他这个 如果160万付30万带一个剩下的部分 他的那个jumbo的算法来讲 他可能还缺一点 不太够 对 还缺一点不太够 对 可能就是啊 要么就是看看买价能够再调整 或者投款的部分可以再多放一点进去 对 因为这样子就有缺点 带不到那么多 但是如果说他之前有两年的那个拿股票分红呢 bonus这种 如果有这种经历的经历的话 两年以上 所以再加上他这个15万一年的 就bonus的部分 整体来算呢 他的贷款应该是可以贷到 对 所以关键就是可不可以证明说过去两年 也是一样有这么丰厚的收入 如果都有的话呢 那就可以安全的是够用的 那如果不够的话 差了一点 所以差了一点的话 我们就投款增加的话 应该就好很多 就还是可以过得了 对对 因为以这种输入还算挺好的 到时候就是看怎么帮他要调整一下 他要咨询一下lander怎么调整一下 应该合格的机会还是挺高的 这一定要找有经验的 对 那他有问说北加州的房子 因为北加南加主要是加州的房子的话呢 加州的license的mortgage lender都是可以做的 那如果说他觉得想来南加州做的话呢 其实他不需要亲自来到南加州 可能开车也是满满久的 好几个小时或坐飞机也挺不容易 就是直接用那个电子签名申请的部分 那个package他可以做那个电子签名 他不需要人过来亲自签 那即便有一些手签的那个initial的package的部分 他也是通过那个邮件的方式都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不需要说亲自来到南加州来递交那个材料 都是通过那个secure那种email就可以 但如果他最后签了那个就是贷款文件的时候 那如果说那个esco是有开在南加州 他人又住在北加 到时候他可以order那种叫mobile neuter 就是上门去给他服务签字 所以一般来讲这些部分他是可以不用担心 都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要找南加州这边的agent做的话 都是可以的 好的所以只要是加州都可以 反正这个需要签名的话 有专门的这种认证的可以到你府上去签名 要不然电子签其实也非常方便使用 谢谢我们资深贷款专家 莫妮卡毛的这个解答